四支卡片送给师长满满祝福 在为父母奉上一杯热茶 本身文律慈祭人文学校学生 在感恩声中 规别2019年的学习生涯 学到什么可以跟我讲 学到包容三姐 孝顺 你没有记忆时意 只有一句 不要小看自己人有无限的可能 这什么意思 不要小看自己是不会做的 人都有自己无限的可能 在这一年里面 记得你学到什么 要环保 然后 要孝顺父母 你喜欢来上课吗 为什么 因为有玩游戏还可以学知识 明年你还要来吗 还要 其实孩子嘛 就是社会的一股清流 今天我们通过这个人文教育 让孩子这个思想范围就不一样了 这样我们可以启发孩子的那一份的 这一份悲心这一份的善念 本镇稳绿人文学校成立刚满一年 第一批12位学生让父母见证孩子的蜕变 以前他就很抱着我回到家很气死我了 他会跟你分解 他会跟你分享 而在新山 江家普来和世姑来的自己人文学校 则以中古和话剧演绎 传递人文教育 回顾一年来的课程最难忘的是和有族的文化交流 我们的课程最难忘的是和有族的文化交流 我们没有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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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很高兴 全部都在一起玩 我中学的时候读华校 小学的时候读华校 然后生活中没有跟其他种族接触 所以这个活动我就真的有跟其他种族接触 我们玩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可以发现 他们就是很有人情味 然后人也很好相处 不会讲很难去融入他们 他们都跟我们其实是一样的 多元文化的国家用平等与尊重的心 善待彼此 相互鼓励是迎接新学年 面对新考验爱的力量 文力让文学校变远了 待一期我们这是美职工马来西亚报道